就是不要督錯洞啦 雖然正常來講是應該進縫不能進洞 可是實際上他這個地方就真的是要進洞不是進縫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虎部汽車的變形金剛飛翔STAN 今天的話呢1200級了啊 但是呢沒有跟大家做什麼很特別的玩具啊 挑了一個地出系列的一個DELUX CLASS的一個滑車 其實呢就也是很平淡的就這樣度過就行了 1200對我來講已經這感覺已經是很平淡了 然後突破每個100100這樣已經是已經不足為奇了對不對 虎部汽車的節目呢就是不停的在更新一個記錄嘛 那這款玩具的話呢有幾個特點啊 首先他是一個DELUX等級 可是他的身高呢比同級別的話呢 個頭來講會高上非常的多 那講到這種高個兒的一個DELUX等級的話呢 最近一個可能就是上一波圍城的這個鐵皮了 但實際上呢你要拿他跟真正的一個V級相比呢 然後還是有一個差距的 那雖然個頭很高但是玩具本身空洞的狀況呢 是處於一個可以忍耐的一個邊緣啊 就就快要讓你就是飆出髒話的那個境界 但是你又飆不出來啊 就是你那邊有點掙扎是要停下來還是還是要繼續繼續繼續的那種感覺 剛剛這兩側空洞大腿的一個內側一樣有空洞 當然最嚴重還是這個啊 小腿後方整個是空的 那身體內部是空的話我們就不說了 畢竟他還有個輪胎啊什麼擋起來 這個我們也就不要挑他太多的毛病 再來的話是他身上的關節呢 感覺呢不是那麼樣的緊實啊 比方說像這個 我以過爽的這個地方的這個毛釘處 還有這個地方的毛釘處 他這個膝蓋的地方是一個雙重關節 就這一處跟這一處這個這兩個釘的位置呢 感覺呢就是目前是還好 但是我是覺得危險的一個就是鬆掉的機率呢 我覺得還是比較大的啊 但是他身上的話呢 依然維持著這個系列一個很好的一個傳統啊 就是呢並沒有使用這個球型關節啊 即便是這個手臂的這個位置 還有寬部的位置呢都不是球型關節啊 這一點還是比較可以信得過的 可動度的話呢也算是比較好啊 頭部是一個球型關節 這裡有個類似悄悄版的一個結構 因為變形的時候頭要翻進去啊 但是問題並不大啊 這一塊啊 其實平常的話呢 頭是不會晃的就不用擔心了 手臂的一個結構的話呢 因為有這個板子的關係呢 稍微有點奇葩啊 你這個360度轉動的時候 這個必須跟著轉 手臂平舉也是可以 在轉動的時候呢 無論如何你就是這塊部件的話是 一定會去稍微去遷就到影響到 二頭肌是可以轉動的 手臂由於這個地方變形的需要 你看他刻意做了一個凹的一個造型啊 可以轉超過於90度 五七的話呢就是一把這個 那他並非是變形的啊 是一個拿在手上的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就可以扣在一個身體的後面啊 基本上這個隱藏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算相當可以了 然後非常大的一個博派標誌 以及胸口呢 這個呢 這個也不能算是戰損塗裝哦 他跟之前的這種圍城的這種圖 戰損這種有點像是乾刷的感覺呢 這個好像不太一樣 這好像是比較像硬上去的啊 這個所以我覺得這個跟圍城那種乾刷 其實我覺得是不不一樣的 腰身也可以轉動啊 不過我這個腰的話呢 是我的腰還可以啦 但是他的腰有點鬆啊 然後背部的話呢 他是一個背包啊 這個算是收的也算可以了 那背包的這個在這個拔插的時候 放的時候是把這兩張轉平會比較好放啊 這裡會有一個凸啊 跟這裡有個洞可以扣上去 你看到後面這裡有一個類似 C型扣的這個地方啊 還有這個地方也是一樣啊 這個呢 都是可以在有一個變成車的時候呢 是有個擴充的一些小零件的 這個合繪的 嗯好吧這個掉下去的掉下去了啊 反正一把槍而已啊 我還有更大的呢 好吧然後腰身的話可以轉動 腳的話往前 側後踢 然後這個地方啊 膝蓋是一個雙動關節 啊嚴格來說呢 這一款玩具的可動度呢 其實算是比較好的啊 也有一個接地啊 你看由於是這個主要是這個手啊 手肘跟膝蓋呢 都有一個雙動關節 還有特殊的造型 所以它的一個人物的話呢 在擺動作方面來講的話 頭部呢也是一個球關 所以基本上人形的表現力度呢 你真的要吐槽的話呢 恐怕也是在於身上的空洞處呢 是比較多 主要還是在這個造型上呢 就是有那麼一點點小缺陷了啊 好吧 那我們呢 再來示範一下這一款滑車的一個變形啊 首先的話 是兩個小翅膀翻下去 後面這裡有一個結合的卡扣啊 是這個地方啊 把它給翻出來 這個地方給解開 然後這個部件往後放 頭的話呢 它是一個敲敲板的一個結構啊 我們把它給推下去啊 推到內部去 這裡 頭稍微轉 轉正一點就可以 把它給推下去了啊 這裡 推下去 OK 卡的一聲呢 整個 這個就平了 再來呢 把這個整個車頭的話呢 往前面掀起來啊 而且現在的話 是把它整個掀到這個角度 會比較方便我們做一個變形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把這一塊啊 橘色部件呢 給塞到這個綠色部件 這個洞裡面去啊 就是這個 這個空間裡頭去 塞的時候呢 是稍微要用一點 第一次塞的時候呢 會非常的緊哦 非常的緊 我們要用一點力氣 才能夠把它給整個卡進去 OK 比如像這個樣子 完全的去塞到內部去啊 再來的話 腳的話 這個變形很簡單 你要注意到 這個大腿後面有個凸 腳掌了 後方有個凹 啊 這個地方是一定要確實的呢 把它給卡進去 而且這個地方往上捏的話呢 捏的是越緊呢 越好啊 越緊越好 這個地方 務必的 調整好 那兩腿呢 彼此之間呢 是還沒有能夠結合的 因為它靠上面來做一個結合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急的 我們要做那個位置 我們先把兩手臂呢 給變形完成 兩手臂呢 是要把它給往下面 放下來 但是呢 往下放下來的時候呢 你先把手臂呢 這個地方 往前面上去 然後轉到側邊之後呢 這個地方 往下反折 你看到這裡有個形狀 把反折 然後呢 把這一片部件呢 轉打平的情況下呢 往下翻 翻下來的時候呢 放下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啊 我先把這手轉開 你看到這裡 這裡有個空間 這個地方 你只要這一片 往下折進來 它的這個手的這個上臂呢 會剛好能夠塞到 這個空間裡頭去 就會像這個樣子 你出去看 哎 這樣就剛好 給放進來了啊 放進來了 另外一側也是一樣的啊 也是一樣的 手臂 把它給轉正 這個手臂是往上打的 這樣子 先把它給 放進來 哎 這樣就放進來了啊 可以看到沒有 這裡 再一次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裡 這裡還有個凸 這裡有個凸對不對 它這裡是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也不能說 但是也不能算是很特別 做它的凹槽吧 反正是 這裡面有特別挖空一個空間 讓它放下來 再來的話呢 手臂就轉成這個樣子啊 它是以這個角度 到時候一定是反折下來的 反折下來 但是呢 還沒完 我們先把這個車頭 這個部分呢 給往下放下來 往下放下來 再來的話呢 必須把這個手臂呢 它這個地方是往上面推 你會現在啪的一聲 太小粒了就沒有聲音了 這樣 必須往上面推 記得還要把它往上推哦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你不做這個動作的話呢 這個手臂呢 就會去卡到地板啊 卡到地板 再來最後就是後面這地方 有六個 六個地方要結合 哪六個地方呢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把這一塊 要部件啊 橘色這個部件呢 是這裡 這裡 這裡是一個 是一個雙動關節 這樣把它推下來 到這邊之後 你就會發現這裡 綠色就有個凸往上頂 橘色有個凸往下面插 這裡也是一樣 綠色往上頂 橘色往下壓 然後呢 這裡面呢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蠻BG的一個地方 就提一下好了 這裡是有一個 凸嘛 我以為這個凸是要扣這個縫 你知道嗎 就長條形這個縫 原來不是 它是要扣後面那個洞 就是不要督錯洞 雖然正常來講 是應該進縫 不能進洞 可是實際上 它這個地方 就真的是要進洞 不是進縫 好 就是你要記得 因為我是比較正常的人 所以我誤會也是很正常的 然後就這樣子 把它給扣起來啊 這邊 這裡由下往上頂上去 這裡也是一樣的 只要對對準的話呢 這六個洞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 推推壓壓壓 就全部自動到定位了 關鍵就是在於呢 就是這個 因為那個縫實在是太 太太讓人有正常的一個 想要就是往那個地方去的一個 一個 嫌疑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是這裡啊 踢到啊 推進去之後呢 整個的一個底盤 算是變形 就算完成了 最後就是這個 前面這個類似於探照燈的 這個部分放上去 那它的一個底盤 非常厚啊 滾動性是可以 但是真的是 你就感覺就是好像不知道 不知道會去卡到什麼東西 但其實它 它還是可以推啊 還是可以推 OK 那我本來以為呢 是不是對不對 就是 就是這個 熊鬼的這個盪布呢 它是嫌疑最大的地方 因為看一下之後 你 你如果手臂這個部件 你往裡面有推進去的話呢 就是這個盪布 它是最貼近於地板的了 這個只要地上有一顆小石頭的話呢 它就會 對不對 非常的疼痛對不對 那它的 最後就是附帶了這個 多出來這個武器啊 平常沒事的話 就也只能放在這裡了 那麼呢 它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載具的情況下 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以車型態來說呢 其實 大小的話呢 是Deluxe等級的 差不多了 Deluxe等級差不多 那也算比較扎實一點 因為所有的部件 都已經 推推擠擠擠起來了 但是你知道 從這邊看還行 就從側邊看 就是非常非常慘不忍睹的一個 側邊那個底盤 機器人的手 以及很厚的這個 這個都是比較 後面來講的話 也沒有車尾那個造型啊 車子後方是沒有造型的 那 可能就是 前面的一個Bomber 這個塗裝來講還算可以 就Bomber 還有 水藍色的透明件啊 水藍色的擋風玻璃 但側邊這裡就有一些分隔線了 那這個 黃色的這個條紋的話呢 也算是 塗的還算可以吧 那後方是有一塊部件啊 就剛提過了 你把臉色打開之後呢 這個地方給翻起來 那這裡可以往下 往下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可以扣緊的一個 一個小空間在這邊 來扣緊之後 然後這個是 你看後面還有一個小輪子 附提一下 這個小輪子有時候會掉啊 我第一次變形的時候 我忘記我是怎麼推 這個小輪子掉在地上 然後我這個 輪子撿起來之後 我還想到奇怪 這是什麼地方的零件 我還 所以這個輪子的話 你自己去留意一下 注意一下 那是可以後面 你看它是可以 後面是可以碰到一個地板的 OK 它還是可以可以推的東西的 那後面應該是有 有所謂的一些擴充的一個零件 所以它本身 還有其他附帶 多餘的一個玩法 那麼武器的話 就提過了 它只能夠斜插在側邊 那目前我沒有其他配件呢 我就暫時真的再次 把它給回去 這個原來的位置 塗根然後把它給扣上 那這裡的話呢 這個這個凸啊 跟這個側邊這個洞 有時候會稍微蹦開 但是比較 它比較次要不是那麼重要 主要還是這四個啊 這裡橘色跟綠色的一個結合 比較重要一點點 好吧 那輪胎也沒有鉚釘啊 它沒有鉚釘 嗯哼 那這並行的時候就特別注意一下 這一塊一定要往內推進去啊 Cat醫生剛示範過了啊 這個如果沒有推進去的話呢 這手臂是肯定是卡到地面的 那整體來說呢 作為一款DELUXE等級的玩具呢 差強人意吧 差強人意吧 就是缺點毛病也在節目裡頭也都跟大家提過了啊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呢 在目前玩過幾個 還是以這一款這個weirdjack呢 是我個人比較推薦的一款 這個的話呢 就過一段時間啊 有比較便宜的價格的時候呢 再來入手也是不遲了啊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個地圖系列似乎是要把這個GENERATION1 G1的劇情好像全部照搬演一次的感覺啊 就這個賽博坦新人的這個戰火燃燒到地球的感覺 我個人並不反對這樣子的一個重置啊 也是不錯啦 因為本身G1的故事就是 善樂很分明啊 角色的一個路線啊 什麼就是蠻明確的啊 是蠻容易理解的啦 就畢竟是經典的一個橋段 雖然老套 但他就是容易讓人進入狀況啊 我個人不排 不不 不會去排斥這種方式來吸引新的粉絲啊 然後當然 這個看官方的一個宣傳是怎麼回事的啊 那這段話就跟各位進行到 到這邊啊 非常謝謝各位收看我們第一天 兩百集的一個節目 我們下集見 拜拜